我们今天就下一讲 讲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们国家肿瘤的五年存活率只有30%左右 每年有两百万以上的肿瘤患者去世 平均每天有7000到8000名癌症患者去世 这个治疗形式还是不是很乐观 平均我们国家的肿瘤患者 存活期是两到三年 有的快只有几个月 发病以后几个月还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一般来说80%的我们国家肿瘤患者在确诊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晚期了 就已经是出现转移了 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根治的机会 那么国外现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的五年存活率能达到60%到70% 而且他们国家也没有中医 我们国家还有中西结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 按理说和国外在肿瘤治疗上有很大的优势 但实际上这个治疗存活率方面和国外还差距很大 就显然和我们国家这么一个大国地位是很相称的 有很多患者主疗和我说 手术也做了 化疗也做了 靶腔药也吃了 中药也吃了 效果也不好 也没控制住 那这啥原因呢 我们先说说 这个肿瘤呢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这么一个疾病 那个肿瘤呢 它这个仅仅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表现 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它全身性疾病 那个状态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肿瘤的一个病 那么你手术你把肿瘤切除了 你其他的治疗呢 全身这种状态呢 你不改变 那它术后肯定复发转移 那这是肯定的 我们在临床上不经常听到 这个医生不说吗 你回去也不用吃什么药 你定期复查 来就行了 这不是我们经常碰到的 这个患者不常这么说吗 所以说你术后那一两年 就复发了 转移了 这都是在预料之中 那个化疗呢 它也不能改变这个 全身的这种 这个病理这个状态 它虽然说是能杀灭这个 癌细胞 但是呢 它那一个是呢 有耐药性 近期疗效呢 有的还行 但是远期疗效呢 不好 化疗一个阶段以后呢 它就耐药了 就没效了 来化疗呢 它这个毒副作用很大 它对这个全身各系统呢 损害很大 对造血系统啊 对这个 这个好多系统 这个毒副作用很大 恶性 有吐啊 脱发呀 掉头发呀 这个贫血呀 对造血功能啊 也以这个影响 它不但不能改变 这种全身这种 疾病病理状态 而且呢 还加重 所以说 这个素数内化疗呢 远期效果呢 它也不好 所以说呢 在这个手术化疗呢 它有这两方面的不足 所以说呢 中西解核 在中医呢 治疗肿瘤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说呢 在肿瘤治疗上 一定要中西解核 中西病重 这是我们国家的 卫生工作方针 那么呢 中医治疗肿瘤 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都说过 中西治疗肿瘤有三千年的历史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系统 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 工不兼施嘛 它是以治疗 以治疗方法和辅助治疗 还有治疗方案 与实施 与制定 这三大部分组成 必须紧密结合 缺一不可 尤其是治疗和辅助治疗 必须得紧密的配合 治疗呢 就是供下去血 那溜着供之嘛 你像那匹霜 治疗白血病 三氧化身 亚身酸 体血亚身酸 注射液 我们以前说过 治疗白血病 取得很好的成就 像施金梦 治疗晚期 这个肱瘤癌 存活的七年 还有我们这个排流疗法 这都是以治疗为主的 以供下去血 为主的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辅助治疗呢 它是以改善症状 你像化疗以后 恶性乌兔啊 掉头发啊 贫血啊 消瘦啊 身上没有力气啊 它是以改善症状为主 这个辅助治疗 这个治疗实施 这个方案的实施和制定 也非常重要 实施为故嘛 这个黄金内心说的嘛 关其事业 实施为故 那么这个治疗班呢 供和补 这个用药这个比例 如何确定 这就需要专业 这个专家 就根据长期经验的 长期这个临床经验的 这个积累 这个来制定 是80%的用药是供 是20%的是补 还是7分工 3分补 那这就得看 你的长期临床经验 得积累了 和那患者这个具体 这个病情 得这个相结合 你像 我们举一个病例 我们一个晚期的 一个肝癌患者 他呢 就是这个 来的时候呢 这个 他也没有经过手术 他也没有化疗 因为已经晚期嘛 当时医院说的 也就是存活 也是半年左右 他为什么不手术 他也不化疗 因为他 他这个亲属 好多亲属 因为他们家里边 是属于遗传 就好多亲属 都是得 都干癌 最后那手术 化疗 都去世了 他呢 看到这个结果呢 他也不敢 所以呢 他就直接呢 就是 这个 找这个 这个中医 就是 这个也中药治疗 中药治疗呢 他那 当时他来的时候 那个身体情况呢 还是相当好 跟正常人 基本上 都差不多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呢 我们给他制定的 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八分工 两分补 因为他身体素质比较好 还能耐受这个药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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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下去血嘛 所以说呢 他那个经过 这个两年多 这个治疗 这个呢 存活了二十多年 现在还活着呢 这个 中药治疗 中药啊 这个治疗方式是个体化 治疗 变成分析 这都非常重要 因而异 每个患者具体情况不一样 在用药上 在治疗方式 治病上 这就需要专家 临床 长期的临床经验 给摸索 和积累 那么呢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 这个肿药或者 这个用的 这个药 这个都是以辅助治疗为主 什么糖药啊 什么这个 吃了 吃了点 这些个 还有什么 中成药啊 有什么 都是以辅助治疗为主 真正能做到 公补监视 就是以治疗和辅助治疗 相结合 制定一个比较好的 治疗方法 这个还比较少 这就是呢 为什么很多重要患者 经过中药 治疗效果不好的 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先讲到这